我们下期再见 荷兰有一本记录早期受迫害的一些基督徒的这么一本杂志 这本杂志呢在1685年的时候 就是这一年的版本有一幅画 是一幅铜板画 他的作者叫杨鲁伊肯 他的画呢描写是一个越狱的犯人 返回去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而他救的不是别人 正是正在追索他的监狱的看守 这幅画的画面的主人公呢叫德克·威尼姆斯 他是重启派基督徒最早期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殉道者 德克·威尼姆斯出生在荷兰黑亚德兰省的阿斯洛佩伦 由于接受了重启派的信条 并为家人重新施洗 因此受到荷兰天主教会的谴责 并在1569年被捕入狱 在监狱里 德克·威尼姆斯用破布条制作了绳子 并成功越狱 当他爬出监狱 踏上结冰的护城河时 一名监狱的警卫 发现他逃跑并追了上去 这个由于长期的关押和监狱里面条件比较差 导致呢 这个德克·威尼姆斯他的体重比较低 可以轻松的越过当时的那个兵啊 截的还不是很结实的那个火神河 而追索他的那个预警呢 则不通 掉进了河中 当这个警卫在河水里面 挣扎并呼救时 德克·威尼姆斯义无反顾的返回去救了他 而德克·威尼姆斯呢 因此再一次被捕 这个被他救出来的警卫要放了他 但是呢 负责这个案件的市长 要这个警卫重申他的职业誓言 所以又不得不把这个德克·威尼姆斯给重新抓了起来 重新被抓起来的德克·威尼姆斯呢 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这个关押或者是叫统治 而不是或者叫迫害 他被关在了一个更严密的一个监狱里面 一个非常小的 有严密围栏的房间 位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教堂的塔楼的顶部 在钟楼的上方 然后呢 他被锁在一个 到今天看依然还在的那个一个木架子上 就是关押他的地方今天依然还在 1569年的5月16日 这个德克·威尼姆斯呢 被实施了火刑 并且被罚没了所有的财产 威尼姆斯被处决的那一天呢 当时正挂着强劲的东风 这个风呢 把这个威尼姆斯上半身的火焰给驱散 这使得延长了他的痛苦 据当时的这个记录 那个大风呢 把他的尖叫声一路吹到了附近的莱尔旦 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人们听到了他在那里大喊 说主啊我的上帝 等70多次 最后才被烧死 德克·威尼姆斯是 门诺会和阿米什派的殉道英雄 也是今天的荷兰的 这个阿斯佩伦城市的英雄 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换成那些 没有这样一种信仰观念的人 他还会返回去救那个狱卒吗 这种事情 我觉得发生在中国的这个现实 可以很好地做一个回答 小月月被碾死的时候 为什么路过18个人 都没有人施以援手 人们总是在津津乐道地说 中国人之所以见到老人不敢服 是因为有了彭与案 但是如果你是 德克·威尼姆斯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 把人的生命看成一种 至高的价值 在人间的至高的价值 你还不会是以援手吗 我觉得你要说 没有德克·威尼姆斯这种信仰观念 就不存在这种人 我觉得不能这么讲 因为这太绝对 你不可能说没有这种人 但是一个人 他致生死于不顾 他需要足够的勇气和理由 如果没有一种超越生死的信念 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的可能性就非常低 甚至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巴尔扎克说 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 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前者的语言是爱和坚定 而后者是恐惧和疑虑 所以当中国人是不是在考虑 要救他人的时候 主宰他的是恐惧和疑虑 我们解释德克·威尼姆斯的行为 需要知道他所接受的 这个崇喜派的教义 这个教义就要求他 绝不能逃避耶稣严厉的话语 要以耶稣的十字架为榜样 自愿非暴力的接受苦难 扔掉刀剑 绝不以仇恨对来对待仇敌 这就是那个崇喜派他们所 一直传到今天的他们的一种理念 迄今为止 蒙诺惠 抱歉 也是一个绝对的非暴力的倡导者 他们遭遇暴力侵犯的时候 是绝不还手的 对于德克·威尼姆斯来说 当一个狱卒在追索他的时候 这个机会是难得的 他要用这种方式 来证实他选择背负十字架 所要承受的 也必须承受的 就是对仇敌的这种爱 年轻的克尔·奎克尔就说 我真正缺少的东西 就是在我的内心 弄清楚到底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的问题在于 要找一个对我来说 确定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 为此而死的一种信念 我一直在讲 人是一种异议的动物 人活着不只是 像动物一样的生存 他必须要有超越性的信念 以此活出人的样式 而非动物的样式 这是德克维尼姆斯 所持有的这种信仰模式 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意义的来源 才使得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跨越生死 就还是刚才那个那段话 就是如果你放在中国现实当中 人们总会以为说 之所以老太太跌倒没人敢服 是因为彭宇安做了恶劣的判决 使得好人没有好报 但这种这种事情放在广东的小月月身上 就显然难以自圆其数 一个孩子被撞到18个人都没有人 施救这是不能解释的 因为这只能解释成 他们对身边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如果人不是动物 具有像德克维尼姆斯这样超越生死的信念 即便他明知道扶老太太会受到法庭的惩罚 旧小月也会不得好报 他也会义无反顾 反之如果人人都认为事不关己 对他人的生命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即便你给他好处 他也未必会做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 就是2009年发生的事情 10月24日 湖北省荆州市宝塔湾的有三名大学生 他们为旧两名落水者不幸淹死 而打捞大学生尸体的船呢 却向这个大学生的漫天要价 这个打捞者呢叫王守海 他是这个巴林打捞公司的员工 当时他在打捞的时候 他的上司和那个业务负责人陈波 为了三具尸体 共3.6万元的打捞费 用电话具体现场 指导这个王守海跟别人交涉 这个王守海呢 最后分到了530块 含30块这个钩子的成本 这个王守海的照片 在网上爆红至今 当然了这个故事当中也涉及到那两名 那三位为旧两名落水者不幸淹死的人 他们一定是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说服了自己跨越生死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是一种本能反应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游泳游得不错 结果碰到了急流漩涡 就不幸被淹死了 我觉得是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今天所节目所讲的这种 在欧美文明社会是一个普遍性的主流的 这样的一种观念 让一种信念在中国实际上还是微乎其微的 法国的思想家雷蒙阿龙在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一本书里面讲 他说观念是极端重要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无论是经济性质的还是政治性质的 人们总是依靠头脑中的观念才发展起来 他这话呢 大概你可以理解成这一个社会 他有什么样的后果是这个社会的人怎么样想这个问题的一个直接的后果 或者说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如何去想问题的一个直接后果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能驱动这个芦苇的是人的观念 而正是那些拥有一种绝对的善与恶 爱灵如己的观念 驱动和塑造了今天的主流文明世界 德克·威尼姆斯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上 他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这样的案例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而对于大多只懂得吃喝的中国人来说 这种案例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